法定人數不足 愛惜自己 尊重他人 培養在團體社會的精神 提升面對逆境的能力 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香港賽馬會捐助今次的計劃 幫助青少年鍛鍊意志 確立目標 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很高興捐助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 推行賽馬會青少年得育培訓計劃 藉此為年輕人的身心發展出一分力 通過訓練營裡面的紀律培訓 品格教育 步操和體能的訓練 國民教育 以及軍事培訓等等 鍛鍊年輕人的意志 確立正確的人生目標 學到紀律性不單可以幫助我和人們合作 其實對於我自己學習都是很有幫助 當然會比我們平時操得更嚴格 例如他說這裡 那隻手一定要這樣反過來 少少竅上都不可以 他撿得很緊 在學校可能是知識方面 但在這裡實際體驗到我們中國的解放軍 即是中國整個國情的運作 以前我做得比較快 但有時候會衝動做 但見到其他人可能他們心思熟慮過之後做的事 可能結果效果會更加好 所以有時候寶寶必快會更加好 會在別人身上學習到一些東西 我會覺得在這些攝影中 小竹 所有學生進來 當然會覺得辛苦 但跟著他覺得 原來平時我家裡的媽媽是這麼辛苦的 然後我可以領略到人生 是要互相幫忙的 團隊精神 有些人洗東西 有些人抹東西 然後我們準備吃完 然後我一個人煮好 大家分工 拔回去那些收藏 家人煮的比較好吃 因為很少同學在外面煮東西 所以覺得很有趣 製作家裡 再用那些藝術 小蝶 麻煩 聯絡